洛兴敦又名宝石山,坐落于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城南三里的鄱阳湖中。 这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石岛,岛体高达20余米,纵横周回大约100余步,总面积不过1800平方米。 它不仅是江西省庐山市的地标性建筑,更是这座城市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古建。 据历史记载,五代时期,洛兴敦被封为宝石山,岛上建有送出石器的庭院,此外还有牌坊、寺院、亭子和古塔等建筑。 这些建筑分别建于唐朝和明朝,其中明代加建的亭台楼阁,包括福玉楼、玉京轩、港一轩、清辉阁等。 1998年,这些古建筑得到了重建,使其焕发出新的光彩。 洛兴敦的导体由耐风化的沉积岩构成,历经岁月的沧桑,上面仍留有湖水浸泡的痕迹。 每年,铺杨湖的水位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起伏。 在风水期,洛兴敦的导体淹没在水中,只有亭塔等建筑露出水面,宛如水中的明珠。 而当进入枯水期,湖水退去,洛兴敦便会水落石出,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。 这一奇特的景象,令人叹为观止。 2022年8月22月,由于铺杨湖兴子占水位提前进入低枯水期,位于庐山市的千年石岛洛兴,再次露出全貌。 这座古老的石岛见证了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,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历史。 它不仅是自然景观的杰作,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 游客们可以登上洛兴,感受它的独特魅力,领略历史的韵味。